文明李, 臨政部的報告第二頁說 審慎考量執法比例原則 我想請問你 對於手無寸鐵的群眾 對於已經坐在地上的民眾 拿著景棍在打 你看到那個影片了嗎 這兩天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的影片 有沒有 這兩天 這一個我沒看到 這一個 那個那個員警拿著那個警官一直追打 你都沒有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 你第一次看到 我們員警先採取了柔性的欠禮 你有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對於員警追打民眾知智不談 穿著重裝備的霹靂小組 把躺在地上的人踩在地上 這個叫做拍拍肩膀嗎 這個叫柔性勸禮嗎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女學生 你看得到嗎 部長跟秘書長你沒有看得清楚嗎 不是 這個如果是在九把刀上面那個後來有人提出錄影帶說 這什麼九把刀 這個叫跨過去嗎 你有沒有看清楚這個照片 你看得見嗎 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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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過來看 這個影片當然是我頭一次看到了 這個 這個當然這個在影片上面應該顯示得很清楚 拉他的什麼地方 說 說 說 那個 我看的是頭髮的這一個部分 那個兩位齁 我請你們過去那邊看清楚 你們過來看 你要回答段宜康委員的問題 你們過來看 你們兩位看清楚再回答好不好 不要看不清楚然後做錯誤的回答 我請問你 我們現場的圓警 所用的警棍是什麼警棍 應該有三種 哪三種 其中分類用的是 齊滅棍跟短警棍 那 照片裡面的 應該是特警中隊 對他們是用黑色的警棍 黑色的警棍 對 我請問你 有沒有人用 鋼製的警棍 有沒有 你回答我 我不敢確定 有可能 因為那個是 甩棍 他們以前的所謂三節 那是警協的一種 伸縮的警棍 對伸縮 鋼製的警棍 昨天晚上打電話 給你警政署的國會聯絡人 有沒有配備 伸縮警棍 我有沒有跟你請教 有 你怎麼回答我的 沒有 你說沒有 對 我說你們查過了 你說查過了 我說真的沒有 你告訴我說 委員 我告訴你沒有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可能是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對 他不了解為什麼可以這樣回答我 請你們告訴我 這位 刑警手上拿的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嗎 是不是這個 你拿他看啊 你給秘書長拿他看 這個伸縮的鋼製的警棍 你覺得重不重 你覺得重不重 你告訴我 會比木棍還重 拿在這個刑警的手上 打在學生身上 會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會不會 這個要看部位 所以不一定 如果 打到太陽柄上面 就不會受傷 如果打在腿上會怎麼樣 腿有沒有可能會斷掉 可不可能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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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這個鋼製的品棍 打在學生身上 是在拍拍肩膀之前 還是在拍拍肩膀之後 你告訴我們啊 因為我們有在現場 我不曉得這一個狀況 你不曉得這個狀況 你們今天 交了這兩份薄薄的報告來 準備了五分鐘的影片 告訴大家說 那些人是多麼不理性 所以我要求第一 江部長公開道歉 他如果拒絕 請秘書長公開的說 第二 我要求內政部跟警政署 尤其警政署長 負取完全責任 交出懲戒名單 從你自己先開始 謝謝 謝謝